女士冉伊德瑞 我在台中有两位众医师 肖有名气 这个众医师 他为什么医术这么高明 莫名而来救诊的患者这么多呢 就是因为他的祖父 他的父亲在日据时代那时候 还流行一种病叫做白猴 白猴你如果感染到 喉咙就会肿胀 滴水难尽 牙关紧闭而死 很多小朋友都因此丧命 但是他的父亲 有得到唐三的老医师的秘传 有给他一个专制白猴的药方 这个药方是什么呢 就是西瓜霜还有绿豆黄 西瓜霜怎么做呢 这个西瓜霜就是把这个西瓜 他的头尾切小洞 里面放一种补销的作用 放四两 放在里面以后 头尾再把它盖住绑起来 用绳子把它挂在仓库 或者是阴凉的地方把它阴干 一阵子以后 这个西瓜就会长出白毛 然后你再用东西去煎 然后你把它刷下来 这个就是流起来备用 这个叫做西瓜霜 绿豆黄 就是要拿青竹杆 把绿豆也是放这种 钢草绿豆放在这个青竹桶里面 再把它封起来 把它泡在这个粪坑三个月 然后再去这个长流水的河流洞的水里面再泡三个月 然后再去风干三个月 做出来就是绿豆黄 把西瓜霜加绿豆黄搅拌 用管子吹在白猴症的小孩的嘴里面 那个小孩不到半小时就会哭闹而醒 因此得救 他的父亲就是用这个秘方 救了很多人 而且就是非常积极主动 听到男友他就不会隐藏 他就去了 积了很多的德 后来这位他的父亲 是赖 赖医师 他就是得病要往生 他的大儿子在考中医特考 但是呢 他想说要考试了 他的父亲重病 他就选择我要照顾父亲 就是说是一个好医师做好事 被招改孝子 对他儿子宁愿不考试也要伺候他 就这样床头床尾照顾了三个月 那医师不信舍报 他的医生走到清早 他这个儿子讲完 那在下个礼拜就要课考了 我这三个月根本学 这个都没有念书 就是都根本就不会考中 但是也有报名 就好玩去考看看 临时报佛教 结果他考中了 他的二儿子 这个赖医师的二儿子也考到中医师 大儿子有一个什么技术呢 他看诊 就是开那个药 就是很准确 患者自己描述不清楚的 为数很微小的病症 他就给你讲出来 开那个药一次就把你解决掉 所以他医术好得不得了 二儿子 这个就是智慧平庸 他就是比较 就是在这个天资上比较不足 可是这个因为主德的批印有如神著 他在把脉神准 你只要把脉 他可以把你任何的不失症状 从头到尾讲出来给你开药 两个都在哪里走 你看看 如果你要求现实的安乐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密他 求现实的安乐到佛门来 如果你真的会求现实的安乐 就是无我 没有我想为别人付出